各位东方会计在线的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本章的一个考情分析 那大家能够发现 在2021年以来 基本上我们这个章节 它考察每套试卷 大概就是两到三个题目这样子 那它的考察分值有可能是两三分 那高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达到五分 那这个就是关于本章的一个考情的情况 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二三年本章新增和修订的情况 应该说2023年我们教材的第二章 还是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新增和修订 而且这些新增和修订的点 咱们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它的可考性能非常的强 那我们这些新增和修订 主要是来自于一个司法解释 叫做民法典总责编的司法解释 那随着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出台 我们教材相应进行了有关的修订 第一个就是关于像可撤消民事法律行为当中 关于重大误解 欺诈和胁迫 我们应该如何更精准地对它来进行理解 当然这个内容 小球老师在R20的时候 以补充的形式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这块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修订 第二就是我们新增了民事法律行为 如果说不成立 那这时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这个点是今年的一个新增 第三点是新增了民事法律行为付条件 如果说所付的条件不可能发生 那这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那本身付条件与付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最近几年我们考的就比较多 因此这个点今年它的一个设考可能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需要大家重点来进行盯访 好 我们第四个变化是新增了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全力受到损害 这时候我们诉讼时效的一个起算的规则 那曾经我们在历史上也考察过 关于诉讼时效起算规则的一些客观题 那今年这个点有所新增 那其实命题老师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再一次的命质 一年间提出来 因此这个点也请大家去注意 好 第五点它的新增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我们就是新增了 说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 以及遗产管理人提出旅行请求 也可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 那这个点本身它的变化其实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诉讼时效的终止和中断本身 它其实是属于我们柱块考试的一个高频考点 因此这个点也算是一个设考可能性非常高的一个点 那应该说整个我们的这个345这三个变化 应该说它的设考可能性都还是比较高的 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注意盯防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教材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我给大家分为了三个单元 因为我们整个教材第二章 它其实就在给大家讲解三个最为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 分别是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以及诉讼时效 那所以我们就逐一的来给大家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 那其实呢我们整个教材的第二章 它在这三个单元 或者说呢这三个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对每一个单元的考情情况 来针对性的进行分析 因为呢其实这三个单元里边 它从考试的一个重要性的程度上来说 并不是一个说三足鼎立的一个地位 那在这里边其实最为重要的是咱们的第一单元 也就是民事法律行为 那你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第二章的 例年真题里面 其实有绝大多数的这个题目 它都来自于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呢在这儿 我呢对每个单元 给大家呢再一次的进行考情分析 帮助大家能够确定 我们复习的重重之重 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 本单元的一个知识框架 那关于呢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我一上来呢会给大家 讲解两个比较基础性的内容 它呢是相当于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基础的奠定 那首先我们如果想要学好民事法律行为 那其中呢绕不开一个它最为核心的要素 就是意思表示 所以呢我们先来学意思表示 你把意思表示学清楚之后 我们呢再来给大家在这个基础之上 拓展出来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 也就是它的概念特征以及分类 那应该说呢这两个知识点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偏理乐化一些的 可能听起来呢不是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呢一定要耐住寂寞 好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个相立样态的讲解 那在这呢也是整个单元学习的一个重重之重 那我们在最后呢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呢民事法律行为的副条件和副期限 那这个点呢虽然学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考试的时候 密提老师还是挺喜欢考的 因此呢他属于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知识点 还是呢请大家注意 而且呢这个点今年呢 还是有一个新增和修订的地方在 所以说呢这个点今年大家一定重点的盯法 好那我们呢还是从最基本的一个底层的概念开始学起 我们先来学第一个概念叫做意思表示 那这个意思表示呢 它其实是我们去区分民事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最为重要的一个分界线 那我们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一定是以意思表示作为自己的核心要素 所以说呢关于意思表示的这个概念 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重要 而且呢这个点相对来说 它还是比较去抽象一些的 大家呢一定静下心来认真来听 那我们的意思表示呢 主要是分为意思和表示这样的两个方面 那首先来看什么叫做意思 那这个意思呢 其实主要是指我们当事人在内心想要去发生法律上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其实呢是在追求一个法律效果 比如说咱们这儿呢有一个贾同学 他呢想去找隔壁老王去买一个口罩 那这时候贾呢首先要在内心 他呢想要去说朝隔壁老王买一个口罩 去订立一个关于口罩的买卖合同 那这时候他想和隔壁老王建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也就是他在内心上首先要追求这法律上的一个效果 你先有这个内心的想法 好那你有了内心的想法 这是不是就能够被称之为是意思表示了 那其实还是不够的 你光有自己内心的一个意思还不够 你必须以定的方式向我们客观的外部世界来传达你内心的意思 那这个呢就叫做表示 也就是你自己内心的这个内在的效果意思 你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于这个外部世界 让行为的相对人所了解 比如说假 你想和隔壁老王去订立一个关于口罩的买卖合同 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你的这个想法要告诉隔壁老王 如果说你向隔壁老王说出了你的想法 那这时候是不是说你就有内心的一个意思 同时呢你一定的方式向外部的客观世界表达了你的想法 那这时候又有表示 那因此呢假 向隔壁老王提出的这个邀约 那他呢在性质上就属于是一个意思表示了 好那在这块呢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当然呢 那其实如果你去深究的话 意思表示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在这呢给大家去举一个小例子 你呢来帮我判断一下 说这个究竟属不属于意思表示 比如说呢仍然是咱们这个假同学 那这个假呢可能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 那有一天呢学校就请了一个知名的专家 来学校呢去开展一个讲座 那这个假呢就想去听 但是呢这个假同学有一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呢他喜欢迟到 其实呢人家这个讲座 比如说呢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开始了 在开始之前呢这个主持人就寒暄热场 然后呢就说我们呢请到了这个知名的教授 来给大家做讲座 那这个教授呢最近他呢出版了一本专著 所以呢如果说咱们会场有兴趣的同学 想要去购买的 你呢就在咱们这个门口的这个名单上 把你的名字给留下来 那这块呢就是主持人的一个开场白 假同学呢喜欢迟到 所以呢他其实就没有听到这个开场白 他就匆匆的来到了这个教室 他来到教室呢就发现很多同学 都在一张纸上去签名 他以为这是啥呢 他以为是在签到 所以说呢这时候假同学 也在这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好那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那假同学 他要不要买这本书 那其实他可以不用购买 因为假同学签名的这个行为 他并不构成一个意思表示 说虽然你一定的方式向外部世界传达了 你有签名的这个动作 但是你在内心有没有追求说 我要去买一本书 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的 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意思 其实你是没有的 你不知道别人是在买书才签名 你以为是签到呢 所以说这时候 假同学的这个签名的行为 他呢就不属于咱们这儿谈到的一个意思表示 那究其原因呢是因为 他欠缺了意思 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假同学 他呢想和隔壁老王去买这个口罩 那这时候他仅仅是在内心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假同学设恐 他就自始至终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 向隔壁老王表达过 想从隔壁老王这儿买口罩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时候假同学的行为 够不够成意思表示 他呢也是不够成意思表示的 因为虽然他有内心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你没有以一个适当的方式 向外部世界来表达 你呢欠缺表示的这个要素 所以说呢如果想构成意思表示 必须意思和表示这两个方面 都必须要把它配置齐全才可以 好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通过一些小案例 简单的讲解了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意思表示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意思表示的分类和生效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类 也就是没有相对人的一个意思表示 好那如果是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不明思义 就是呢不存在意思表示 所针对的相对人 因为我前面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 好像看起来呢都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在这里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其实呢是有的 那在这里边呢其实就是像我们的遗嘱行为 那你像这个抛弃动产 那这个呢其实都是无相对人的一个意思表示 那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我们无相对人的一个意思表示 是在呢表示完成的时候 这个意思表示就生效了 当然呢法律另有规定的 我们呢依照其规定 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单方法律行为 它都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有些单方理事法律行为 它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比如说你撤销权的行使 或者是法定代理人的追认 那你总要有一个对象 说你撤销权要行使 你要向谁去行使撤销权 那你要追认 你要有一个追认的对象 所以这些撤销权的行使 向法定代理人的追认 他们呢就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而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比如说像抛弃洞察 比如说你有一个鼠标 你就把它给扔了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你通过抛弃洞察的方式 抛弃了它的一个所有权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另外呢这个遗嘱行为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遗嘱行为 也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请大家特别去注意 因为这个定立遗嘱的人 我在定立遗嘱的时候 那其实呢这个遗嘱 我其实是给整个世界看的 并不是说给特定的谁来看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我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这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存在着意思表示的一个相对人呢 就叫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比较好理解 那这块咱们的重点呢 发生在说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个意思表示是什么时候生效的 如果说呢咱们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做出的 那这时候呢是相对人 我要知道其内容的时候生效 好 那这个呢我们其实在法理上 把它呢叫做了解生效主义 也就是你只有了解它内容的时候 我才能够生效 好 那紧接着再来看 如果说呢咱们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我呢是以这种非对话的方式来做出的 那如果是非对话 这时候我们奉行的是 到达相对人的时候生效 那这个呢在法理上 我们管它叫做到达生效主义 好 那这个到达生效主义 和了解生效主义有什么区别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小例子 你来帮我判断一下 比如说呢这个假公司 想向一公司去订立合同 那这块呢就把这个合同的一个草案 通过快递的形式就发到了一公司 好 那这个时候 我就问你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是什么时候生效 如果咱们奉行到达生效主义 那其实是这个快递到达公司的时候 就已经生效了 好 如果是了解生效主义的话 那一定是你公司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接到快递以后拆开阅读 了解其内容的时候才生效 所以说这个到达生效主义 和了解生效主义是不一致的 而我们这种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我们国家立法上奉行的是到达生效主义 也就是到达相对人的时候就生效 说这个快递只要到了一公司的传达室 那这块就算 那具体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什么时候拆快递 什么时候阅读 那这个呢都不会影响咱们意思表示的一个生效 那这个呢是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 我们奉行的是到达生效主义 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 好那在这里边呢 如果说咱们是非对话方式 但是呢我们是以这种数据电文的形式来展开的 那在这里边呢 它其实会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说咱们的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 那是这个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候生效 比如说仍然是假公司 想发一个合同草案到一公司 但是这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没有那么原始了 说发纸质的快递 没有了 这时候发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数据电文 好如果说这时候我们以公司的这个业务代表 它呢其实是留了公司的邮箱 给到假公司的工作人员 那是不是我指定了一个特定系统 来接收这个数据电文 那这时候其实只要是假公司 我发出的这封电子邮件 进入到以公司的这个电子邮件的特定系统的时候 那这个意思表示它是不是就已经生效了 好如果说咱们没有指定特定系统 那这时候一定是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的时候生效 好啥意思 再比如说是假和乙 那这块不是两个公司 是两个自然人 那假的仍然是把这个合同草案发到了女同学这里 但是呢他发的时候这个女同学并没有指定一个特定系统 但是呢由于两个人是好朋友 他是比较熟的 所以呢假就发到了你的这个QQ邮箱里边 好那在这时候呢假发了这个邮件以后 他呢会给你比如说打了一个电话 说哥们我这呢有一个这个合同草案已经发到你QQ邮箱了 你记得去插收一下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乙同学作为相对人 我首先是没有指定特定系统的 那这时候呢就是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的时候生效 也就是乙同学我接到这个电话 我知道这个邮件进到我的QQ邮箱这个系统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意思表示才生效 当然如果说双方当事人对于呢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生效 我们时间另有约定 那这个时候呢按照你们的约定来 这时候咱们就充分的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制 所以说呢关于数据电文这块 大家呢稍微去比喻比你的这个思路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顺位的其实是有约定的从约定 如果两个人关于这种数据电文形式 他的这个意思表示生效有约定的话 咱们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制 从约定 好那如果没有约定 我们是不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相对人我指定了特定系统 那这时候呢就是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候 意思表示生效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对人他没有指定特定系统 那这时候呢就是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进入其系统的时候才生效 好关于数据电文这一块 他呢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大家呢结合着这个框架图对他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明天老师呢在这个点上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多的明治国里面真题的 你稍微呢去注意盯防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呢是以公告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呢是公告发布的时候去生效 稍微呢去注意一下这个生效的一个表述的问题 那这块有可能明天老师 他呢会以这种文字型的一个单选或者多选 来对他呢加以测试 那这时候大家记忆的精准度必须呢要非常的高 你才能够把这个题目做对 好那在这里呢我就稍微带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我们这一块呢其实给大家讲解的是关于呢 意思表示的一个分类以及它的生效 我们主要呢是分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里面呢有几个举例 大家呢特别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你的遗嘱 你去抛弃动产等等 这种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举例稍微注意盯防 那另外呢就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原则上呢是表示完成的时候就已经生效了 比如说你抛弃动产 你抛弃的这个动作完成 那这时候这意思表示就生效 好如果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我们要看意思表示做出的方式 如果是对话方式 我们是了解生效主义 如果是非对话方式 我们原则上是到达生效主义 但如果说您是以数据电文 这块稍微相对复杂一些 好最后如果是公告的话 我们是公告发布的时候生效 好稍微注意一下意思表示生效的这个时间的问题 好接下来来看几道理念真题 而一年的多选 说下列关于意思表示的表书当中 问咱们正确的由 好我们逐一来判断 A选项 他说撤销权的行使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你要行使一个撤销权 比如说甲和乙定立了合同 那由于各种原因 甲呢准备去撤销这个合同 那我肯定是要向合同的相对人乙 来行使这个撤销权 所以说呢撤销权的行使 它其实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A选项错误 好接下来再看RB选项 说授与代理权属于呢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你想你都授与代理权了 肯定上有一个授权的对象才可以吧 因此它确实是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C选项 说抛弃动产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表述呢完全正确 我前面反复强调 说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是不是有两个举例 是叫财中的 大家一定精准的记住 一个是抛弃动产 一个呢是遗嘱行为 所以说这个私地选项 还说遗嘱行为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表述是不是就错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B和C两个选项 请大家呢注意 好接下来再看18年的多选 说下列各项中属于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有 好那在这里边呢 逐一来判断 A选项抛弃动产 这个确实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2B选项授予代理权 这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C选项设立遗嘱 这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4D选项说行驶解除权 那这个是不是和行驶撤销权 非常非常的类似 它呢也是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和C两个选项 请大家呢去注意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呢意思表示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意思表示的方式 它可以呢通过明示 或者是默示的方式 然后呢我们的意思表示 也是可以用沉默的来做出的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行为人 我可以明示或者是默示的 来做出意思表示 那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甲和隔壁老王 想要呢去订立一个口罩的买卖合同 那你就可以和隔壁老王直接来说 双方呢去订立一个合同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明示 那你说默示做出意思表示的 有没有 那其实呢也有 比如说呢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呢根据交易习惯 比如说这放了一个自动归原机 然后咱们往里面投币 那这块呢其实我是 没有任何的一个明确的表明的 我是根据交易习惯 以自己的行为 做出了一个意思表示 我想去买一条可乐 那你再比如说 等到公交车进站 那这时候这个乘客呢 就上车投币 或者是刷公交卡 这个呢也是根据交易习惯 通过我们的这个行为 以默示的方式 就做出了一个意思表示 好那接下来再看沉默 沉默其实就属于说 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这个和你单纯的有个行为 不说话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沉默就是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那这种单纯的一个沉默 它其实呢 如果说你要想实为意思表示 那必须呢 符合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有法律的规定 那这个肯定可以 第二个就是 当事人有相关的约定 好那第三就是呢 你要符合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之一的时候 单纯的沉默 它才能够被视为是意思表示 否则呢 话一般来讲 你通常来讲 普普通通的一个沉默 你是没有办法 去视为一个意思表示的 好那这块 什么是法律规定 我们得给大家举的一个教材中的例子 就是咱们民法典的继承编 它呢就说 在继承开始之后 如果说继承人 你要想放弃继承的 应该呢 是在遗产处理之前 以书面的形式 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好如果说 你没有表示 单纯的沉默 那这时候呢 是视为你接受继承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时候 你做出沉默 那其实呢 是具有这个意思表示的 好 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一起来看第八年的多选 他说呢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下列情形当中 沉默 我可以视为行为人 意思表示的有 那我一直在强调 说原则上 沉默是不能够被视为意思表示的 但是呢 如果你满足三个条件之一 我们可以 第一个呢 就是法律规定 第二个 当事人约定 第三个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因此呢 这道题正确答案 应该是ABC 三个选项 私地选项 这个存活利益 是密提老师编出来 骗人用的 因此呢 这道题正确答案 ABC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意思表示的一个撤回 那我们的行为人呢 其实是可以去撤回意思表示的 那我在正式的给大家讲解 这个意思表示的撤回之前 我呢需要大家来和我进行一个区分 就是呢我们的法律 它其实是非常咬文嚼字的 那关于意思表示的撤回 我需要大家呢和这个撤销来进行一个区分 如果说这个意思表示尚未生效 也就是它在发生法律效率之前 那在生效以前 那这时候咱们的措辞叫做撤回 好 如果说呢 这个意思表示它已经生效了 那这个时候 在它生效之后 我们想取消这个意思表示 这块叫做撤销 所以说这个撤回和撤销 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撤回的对象是还没有生效的意思表示 而这个撤销 它所针对的是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 大家呢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你说这个撤回和撤销 那这个法律后果上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想一下 如果说撤回 我所针对的是还没有生效的意思表示 那就意味着说 这个意思表示在做出以后 它还没有来得及生效 就已经被撤回了 所以自始至终 这个意思表示 它有没有发生过效率 它是没有发生过法律效率的 它在生效前就被撤回了 而这个撤销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首先做出一个意思表示 那这个意思表示 依法生效 在生效以后 我们又想取消这个意思表示 因此我们的措辞是撤销 所以呢对于被撤销的意思表示 你穷尽它一生 它在这个漫漫的历史上 它有没有生效的一段时间 它其实是有生效的一段时间的 它有一段时间是发生过法律效率的 所以说这里边撤回和撤销 请大家呢特别去注意 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我在这里边给大家讲解的 是意思表示的一个撤回 那就意味着说 其实呢它是在意思表示生效之前 我才可能用一个动词撤回 好那这时候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咱们是以对话方式 所做出的这个意思表示 那它是什么时候生效 它是不是了解生效主义 但是毕竟我们双方当事人 是在对话当中的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是不是随着我这个话音一说完 您就了解了它的意思 所以说呢对于以对话方式 所做出的这种意思表示 那这个撤回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狭窄 或者说呢不太可能 所以呢往往我们是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这种意思表示 可能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撤回的问题 好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说咱们是以非对话方式 来做出的意思表示 大家告诉我 这个意思表示是什么时候生效啊 我们是不是前面给大家讲到过 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我们是道大生效主义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意思表示已经道大相对人 那这时候意思表示已经生效 你就不能够再对它撤回了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没有 说咱们撤回意思表示的这个通知 我可不可以比意思表示先道 那这块是可以的 我可不可以与意思表示同时道 这个也行 但是我能不能够比意思表示晚道 那不可以 因为如果意思表示先道 意思表示就生效 对于一个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撤回的 你只能考虑把它撤销 因此咱们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 我最晚最晚要什么时候到达相对人 我最晚最晚要和意思表示同时道才可以 我可以比意思表示先道 可以和意思表示同时道 但是最晚最晚也就只能是同时道 我才能够去撤回这个意思表示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关于呢意思表示的一个撤回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呢意思表示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如果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解释呢 应该善照所使用的一个词句 结合有关的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 以及那诚信原则 来确认你所表示的一个含义 那如果咱们是无相对人的一个意思表示 那这块呢 你是不能完全均一于所使用的一个词句 而是应该结合条款 行为的性质 目的习惯 以及诚信原则 来确定行为人的一个意思 好这个呢 你稍微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之前呢 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考察过例年真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呢 来看两道例年真题 那这后边给到大家的这个例年真题 它其实呢 就并不是针对着说 我意思表示的一个生效 或者意思表示的一个分类 不是针对某一个维度来进行测试了 我最后给到大家的这两道例年真题呢 你能够看到 它其实呢 是针对意思表示 进行一个比较多维度的一个考察 应该说呢 就是ABCD 四个选项 然后呢 它分别给出了四个表述 要求咱们呢 来逐一进行判断 应该说这种考察方式 它的杀伤力呢 是巨大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 说下列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问咱们正确的是 来看A选项 它说 以对话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我们相对人知道其内容的时候生效 那如果咱们是以对话方式来做出的 我们奉行的是了解生效主义 确实是知晓内容的时候生效 A选项正确 好 再来看RB选项 说沉默 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那这个沉默 如果说想视为意思表示 或者是法律规定 或者是当事人约定 或者呢 是我们有相应的一个交易习惯 所以说呢 这个RB选项 导述错误 好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也称对话的意思表示 那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除了对话之外 我呢 还有可能是以非对话的方式来做出的 因此呢 C选项导述错误 好 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以公告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说到达相对人的时候生效 那如果是以公告方式做出的 是我们这个公告做出的时候生效 并不是到达相对人的时候生效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选项 好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再看19年的单选 仍然呢 是关于意思表示的一个表述 问正确的是 A选项 说邀约呢 不属于意思表示 好 这个表述呢 其实是错误的 那这个邀约呢 它是属于意思表示的 那究竟什么叫做邀约 我们呢 会在我们教材的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所以呢 如果说现在 关于这个点 您还不是特别的理解 那这个也没有关系 那先把它放一放 等第四章学完之后 这个A选项呢 迎刃而解 好 再来看RB选项 说以公告方式做出的意思表示 公告发布的时候生效 那这个表述是完全正确的 好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就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好 如果说是非对话 我发个电子邮件 我寄个快递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那这时候它就是非对话 但是呢 是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呢 这个C选项 表示错误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4D选项 说继承开始之后 如果继承人 没有做出表示的 视为放弃继承 那我们是视为 接受继承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教材中任何一个举例 都有可能是命贴老师的 命贴素材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2B选项 好 那我们讲解到这里 关于意思表示 就给大家介绍完成了 那关于意思表示 它其实呢 是我们后续去学习和理解 民事法律行为 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概念 那关于意思表示 我呢 给大家介绍了几个维度的内容 首先一上来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意思表示的一个概念 那你能够清楚的知道 我们只有意思和表示 两个层次缺一不可 那这块呢 才能够去凑成一个意思表示 那我们意思表示的分类 包括了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这个分类里边的举例 是命贴老师 非常喜欢考察的一个高频考点 需要大家注意 好 第二个 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了 关于意思表示的一个生效 那在这里呢 包括了这个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究竟是什么时候生效 那其中呢 关于无相对人意思表示的生效 是我给大家补充的 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到这个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上 这个呢 是教材所明确提及的 而且能够看到 非常喜欢考察 好 再接下来 介绍了意思表示的方式 我们可以采用名式 也可以是末式的方式 那在特定的三种条件之下 沉默呢 也可以被视为意思表示 这个点也是 李天老师非常高频的一个考点 好 那最后 给大家呢 去简单的介绍了 关于意思表示的一个撤回 和解释的问题 这个呢 你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关于意思表示 那其实呢 从例年真体上来看 我们李天老师的一个考察呢 有这么几个维度 首先第一个文度 关于呢 意思表示的一个分类 它可能会结合教材中的小案例 来进行一个测试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意思表示的 一个生效的问题 那这块呢 也是单纯的 有可能来测试的 那第三呢 就是关于这个沉默 它能够被视为是 意思表示的三个条件 这个单独是能够去明智题目的 那第四呢 就是最近两年 比较流行的一种考法 就是密提老师 他直接就告诉你 我这道题考的就是意思表示 但是呢 ABCD四个选项 其实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它就是单纯的四个表述 是对这个意思表示 进行一个 比较组合性的一个测试 那这块呢 希望大家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进行精益 那小球老师也知道 说对于刚开始接触的同学 可能你会觉得 像意思表示 这样的一个比较 晦涩的一个概念 相对来说 是比较抽象一点的 但是呢 这块大家尽可能的 你呢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我们尽可能的 结合理念真题 说你能够把题目做对 这块呢 就算大家 能够去完成任务了 好 那这块呢 是关于意思表示的 一个讲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意思表示的基础之上 给大家呢 去引入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底层概念 叫做民事法律行为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说民事法律行为的 概念和特征 那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它其实呢 是以意思表示 作为自己的核心要素的 因此民事法律行为 一定是相关的民事主体 我呢 通过意思表示 来设立 变更 或者是终止 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那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管它叫做 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变动啊 那你还记不记得 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 我们叫啥 我们是不是叫做法律事实啊 这个在哪儿讲过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给他讲过 说民事法律关系 变动的一个原因 就是法律事实 那在法律事实 它是个最为宽泛的一个 概念和范畴 那在这里边 首先第一道 我们呢 你是否以人的主观意志 转移为特点 把法律事实分为行为 和事件两个大类 那在行为里边 我们呢 包括了两类行为 一类叫做法律行为 一类呢 叫做事实行为 那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说这个法律行为 和事实行为 最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说 它们是不是包含 意思表示 那我们的法律行为 是以意思表示 作为核心要素的 好 如果说一个行为 它欠缺意思表示 但是它仍然能够引起 法律关系的变动 这个就叫做事实行为 所以说这里边 你能够发现 说我们的法律行为 那其实呢 最重要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 它是以意思表示 作为自己的一个核心要素的 这个呢 也是咱们的民事法律行为 和非表义行为 也就是所谓的事实行为 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你比如说你去做清洁 你去盖房屋 那这些呢 它其实由于欠缺意思表示 因此呢 它就属于事实行为 它呢 是不属于法律行为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特征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律行为 它其实呢 是以设立变更 或者终止权利义务 作为一个目的 那此处的这个目的 它其实呢 指的是说 我为了去实施 这个法律行为 所追求的法律后果 我不包括行为人 实施行为的动机 好 这个点 好像说起来很抽象 我举一个小例子 帮助你理解 这个例子呢 可能略显夸张 比如说 咱们这儿有一个假同学 假同学呢 他就朝隔壁老王 想要去买一个口罩 那这时候 他可能就想和隔壁老王 去订了一个 关于口罩的买卖合同 但是他为啥买这个口罩呢 他要用这个口罩 向他的这个女朋友 比如说这个女同学 去求婚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说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是以这个设立 变更终止权利义务 为目的 那这个目的指的是啥 是不是说导致 法律关系变动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 所以说这里边 他的这个目的是啥 是他和隔壁老王 定立一个买卖合同 我们之间成立了 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这是你所追求的 法律后果吧 因此这个时候 是你的一个目的 但是你为什么 要去买口罩 你为什么要和隔壁老王 定立这样的一个合同关系 这个其实是你的动机 那你的动机是为了 向女朋友拿着这个口罩 去求婚 好 那这块 大家一定分清楚 说它的一个目的和动机 那这个目的更多的 指的是你所追求的 一个法律后果 在我这个小例子而言 就是追求一个买卖合同 关系的一个成立 好 稍微呢 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2020年的单选题 它说呢 下列关于民事法律行为 概念的表述中 问咱们正确的是 那这个呢 其实你还是要建立一个 宏观的框架 就是关于法律事实 我们一起来看 说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事实行为 那在这里边 其实是不包含彼此的 它们两者是一个平行的 一个关系 不管是民事法律行为 还是事实行为 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法律事实 里边的一个行为 那请大家呢 去注意一下这点 好 再来看2B选项 说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这个表述完全正确 说民事法律行为 和事实行为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 民事法律行为 我包含意思表示 好 再来再看C选项 说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侵权行为 这个表述是不是就错了 反复给大家强调 说事实行为里边 教材中给到的两个举例 分别是我们的创作 和侵权行为 这个呢 所以说侵权行为 它呢是属于事实行为 它呢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好 再来再看4D选项 说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 是指呢 行为人我实施行为的动机 那这个目的 其实是他所追求的法律后果 和他的这个动机 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4D选项表述错误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2D选项 好 那我们前边呢 讲解的是关于 民事法律行为的一个概念 应该说呢 这个概念它其实呢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晦涩一些的 它呢其实和意思表示 以及我们在第一章给大家介绍到的 法律事实 都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不同的这个知识点 给它关联起来来进行学习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呢 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分类这一块 其实呢 反而是咱们命题老师 命题的一个重点 他特别喜欢在这个位置 以一些想案例的方式来加以测试 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把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它的一个主体 分为呢 单方 双方 以及呢 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首先先来看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顾名思义 只要有单方的意思表示 我就可以成立 那这个就叫做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说像撤销权的行使 解除权的行使 我们效力待定行为的一个追认 包括债务的免除等等 那请大家呢 特别注意 这个债务的免除 按照咱们 筑块经济法教材的观点 它仍然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如果说您参加 其他科目的考试 其他的教材 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点呢 稍微给大家去提示一下 另外呢 再给大家去做一个 简单的提示 就是呢 按照咱们筑块教材 在第二单元中的讲解 就是呢 委托代理里面 有一个授予代理权的问题 那在这里边这个授予代理权 它其实这个授权的这个动作 它呢 也是一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仅凭 我们被代理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它呢 就可以发生授权的一个效果了 好 那在这里你注意 这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其实就是 我有一方当事人 在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 那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就可以成立 好 那这里边的举例 希望大家呢 重点的关注 考试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从这个位置 来命制相应的一个题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这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其实呢 是有两方当事人 而且呢 我们必须要各自做出意思表示 而且呢 这个意思表示必须一致 它才可以去成立 你比如说 这个假同学 和隔壁老王 我呢 想签订一个 关于口罩的一个买卖合同 那在这里边 一方愿意买 一方呢 也要愿意卖 我们不但要各自做出意思表示 而且意思表示要一致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合同 才能够成立 那你不能说假同学愿意买 隔壁老王 我不愿意卖 那这时候 假和隔壁老王 分别做出了意思表示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的意思表示不一致 一个人想买 一个人不想买 那这时候合同有没有成立 合同是没有成立的 所以说呢 对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除了要求 都各自做出意思表示之外 还要求意思表示一致 好 那在这里边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赠予合同的问题 那我问大家一下 说赠予合同 究竟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还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在这里边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这个赠予合同 它是一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同学拿了一颗钻戒 向他的这个女朋友 李同学去求婚 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赠予合同 那你这个假同学 你愿意给 也要怎么样 人家李同学愿意收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 这个赠予合同 你就记住 只要是涉及到合同 二话不说 就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一旦谈到赠予这个问题 那你注意 你男朋友愿意给 也要女朋友愿意收 所以一定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才能够成立 因此呢 这个赠予合同 它其实呢 是属于这个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这个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不明思义 是三个以上的当事人 我们呢 要求各自做出意思表示 而且呢 这个意思表示 一定要一致 那这时候呢 才能够去成立 那这个就是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教材中给到的一个表述 这个呢 是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决议 决议呢 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是多个主体根据这个表决规则来做出的 但是呢 作为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决议 它呢 在性质上 其实呢 和合同还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给大家呢 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呢 咱们这儿有一个公司 那它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呢 是九个人 那按照公司的一个章程规定 那其实呢 只要是这个整个董事会成员人数 过半数 这个决议就可以通过 好 那这时候 比如说有一天咱们开会 九个董事呢 纷纷到场 那在这里边呢 其中有七个董事 对这个议题是表示同意的 但是有两个表示反对 好 首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那这个决议能不能够正常的通过 那是可以的 因为呢 我们七个人已经代表了大多数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决议行为是能够去成立的 但是在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对于这两个投反对票的这个董事 将来我的这个董事会的决议 对不对这个投反对票的 董事产生拘束力 其实是也具有拘束力的 因为我们善照多数决的方式 与决议规则来做出的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 多方明示法律行为 要求各方意思表示一致 它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你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你严格的说 各方意思表示一致 那应该是九个人全票通过才可以 但是决议 它呢又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 多方明示法律行为 它呢其实是以这种多数决 从这个决议规则上来做出的 好你稍微呢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另外决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在于我们现在是董事会 做出这个决议 那这个决议除了对董事会成员 产生拘束力之外 能不能够对这个公司产生拘束力 注意可以 所以说这里边 决议中的意思表示 不仅仅对发出表示的成员 我们是具有拘束力的 除此之外 我们呢对于我们表示者 共同代表的这个法人对这个公司 他呢也是具有拘束力的 所以说呢关于决议这一点 你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点呢 其实今年有一个小小的文字方面的 一个修订 它呢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变更 所以呢我没有给大家去列示出来 但是呢你要知想一下 这个点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文字方面的 小修订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历年真题能够去感受一下密提老师 在这个位置他是如何来运制题目的 首先呢先来看21年的多选 他说呢下列各项当中属于单方法律行为的有 我们注意来看 A选项说债务的免除 那这个确实是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2B选项效率带定行为的追认 这个也是属于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C选项 说撤销权的行使 这个也是单方法律行为 4D选项赠余 赠余你记不记得 凡是涉及到赠余 你愿意给也要别人愿意收 所以它一定是双方美式法律行为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BC三个选项 好接下来呢再看19年的多选 说下列各项中 问咱们属于单方美式法律行为的事 好主意来判断 A选项说赠余 那这个反复强调非常经典的干扰选项 它呢是属于双方美式法律行为的 那这个撤销的这个追认 它呢都属于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但是这个借贷 那一方愿意借出去 另外一方呢也要愿意借命 所以说这块它也是一个双方美式法律行为 那一定呢是双方你请我愿的过程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B和D两个选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18年的单选题 他说呢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在下列各项当中问咱们属于双方美式法律行为的事 好那我们的主意来看一下 A选项债务的拟除 它是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而B选项无权代理的追认 仍然是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C选项委托代理的一个撤销 那这个撤销权的形式 也是一个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所以这要提正确答案应该是4D选项 房屋的赠语 凡是涉及到赠语 一定牢牢的记住 它呢是属于双方美式法律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21年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呢下列行为当中 必须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够成立的 甲呢免除以对自己所付的一个债务 那这个呢其实它只是通过一种 小案例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这道题你会发现 和前面的这个题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那这个A选项说债务等免除 那它呢反复强调 这应该是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好接下来再看B选项 说甲呢将一枚钻戒赠语 那这个赠语的话呢就是 你愿意给也要对方愿意收 所以这块它确实是属于双方美式法律行为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C选项 说甲授权以甲的名义去购买一套住房 那这个授权的这个动作 我是不是反复强调 它是一个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甲呢立下遗嘱 将个人所有的财产移赠给已 好那这个问题就是遗嘱的这个问题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遗嘱它是一个单方美式法律行为 这里边请大家注意一下 遗嘱是单方的 为什么 因为甲立遗嘱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和已商量商量 说你在愿意要了我再写进遗嘱 好像没有这个过程吧 所以说呢这个甲它在订立遗嘱的时候 往往我并不需要征得你的一个同意 是我单方的这个意思表示 我就可以把遗嘱给它写下来 那这个遗嘱是什么时候生效 是不是我们这个被继承人甲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 这个遗嘱才生效 那有些同学说你假你愿意给 人家这个已还要愿不愿意收 那这时候按照民法给继承编的规定 不管是这个继承也好 还是这个遗赠也好 那这一块呢 我们的这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他其实呢是可以有拒绝的一个机会的 那就是我们前边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讲那个法条 说你必须在多二天之内 要书面的去放弃这个机承 如果说你没有动作单纯的沉默 是视为接受机承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 你注意一下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规则和制度来完善它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假定立遗嘱的这个时候 那这块我是不需要去征得你的同意 不需要和你商量的 所以定立遗嘱的过程 一定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点呢 也是有可能会考到 而且这个点一旦考到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所以呢 请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关于遗嘱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 它一定是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 它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定立遗嘱和抛弃动产 都是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遗嘱是你想写给这个世界的话 好 稍微注意一下 并不是说只写给遗的话 是你写给这个世界的话 所以说这里边 大家注意一下遗嘱这个问题 这个遗嘱呢 因为它比较特殊 所以祝快其实还是比较爱考的 稍微注意丁法 这道题呢 是要求我们去选择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 应该呢 是2B选项 好 接下来再看21年的单选 它说呢 根据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呢 关于决议的表述中 问咱们正确的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它说呢 决议是指多个主题 根据表决规则 所做出的一个决定 好 那这个表述完全正确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2B选项 说决议中的意思表示 主要呢 是针对我们发出表示的一个成员 那其实呢 除了发出表示的成员之外 对它所代表的这个主题 那其实也是产生约束力的 好 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决议当时呢 意思表示 对不同意的成员没有拘束力 那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们有这个决议规则做出以后 也是产生拘束力的 好 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决议呢 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那这个决议呢 其实是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这要提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选项 那请大家呢 去注意一下这一点 好 接下来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关于呢 民事法律行为的一个分类 那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它其实呢 是有不同的维度 但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 有些维度是命题老师特别爱考的 比如说前面谈到的 单方双方和多方 那有些维度呢 其实命题老师的考察力度 也不是特别的大 你呢 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 好 那我们这第二个维度呢 就是根据我们当事人 是不是要互相付有一个 一定给付的义务 把它分为有偿和无偿 如果说呢 是互相付有一个 给付一定代价的 那这个就叫做 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说买卖合同 那还是我经常举的例子 说贾同学和隔壁老王 签订了一个 关于口罩的买卖合同 那这个隔壁老王 付有一个给付义务 就是要交付标的义务 转移所有权 那贾同学也付有一个 给付的义务 就是要去支付合同价款 那双方呢 互付一个给付的义务 那这个就是一个 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我们再来看 无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偿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往往是当事人一方 承担给付一定代价的义务 而他方当事人呢 是不需要承担 相应的一个给付义务 比如说像我们的赠予行为 或者呢是无偿委托 或者是无偿的消费卸贷等等 那只有一方当事人 付有一个给付的义务 另外一方呢是不付有 这个就叫做 无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好 稍微呢 注意一下这个分类 好 那第三个分类 相对来说呢 它可能会比较偏绘色一点 但是呢约是这种比较绘色的 反而是密提老师特别爱考的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三个分类呢 我们是把民事法律行为 分为了负担行为和出分行为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负担行为 负担行为呢 是使了一方相对于他方 我们呢要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 那这个就叫做负担行为 它呢其实会产生 债法上的一个法律效果 那典型的举例就是一个合同 好 我们一起来看 仍然是假同学和隔壁老王 比如说呢我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 比如说买一个口罩 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负担行为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的这个假同学对隔壁老王 我就付有一个支付合同价款的一个义务吧 所以说它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 一方相对于他方承担一定的义务 当然你这个义务可以是作为的 比如说支付合同价款 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双方签署一个保密协议 那这时候我呢就是一个不作为的 就是付有一个不作为的义务保密 所以说这里面 它呢都是要产生一定的给付义务 给付有可能是作为的 有可能是不作为的 那它呢产生的是债法上的一个效果 什么是债法上的效果 就是在我们去签订了这个买卖合同之后 你从合同价款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隔壁老王他就是一个债权人 我们的假同学就是一个债务人啊 好 那在这里边 隔壁老王债权人的债权如果想要实现 那这时候是不是必须要仰仗于 假同学这个债务人对于债务的旅行啊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说你这个债权 往往呢其实是一种请求权 为什么是请求权 因为我们俗话都说欠钱的才是大业 你这个债权人你必须要请求这个债务人 对于债务来进行旅行 你要跪舔别人 你要求着别人来还钱 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债权人 他的债权它其实呢是一种请求权 那你的债权要想实现 是必须要仰仗于我们义务人的一个旅行行为的 好 那这个就叫做负担行为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处分行为 这个处分行为呢 它是直接导致权力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 那这块呢它是不需要我们义务人积极旅行 给付义务 因为你像负担行为 如果说隔壁老王这一块钱的债权想实现 你必须仰仗于债务人假同学的旅行 但如果说咱们是处分行为 比如说现在这个假同学 他有一个口罩 作为一个洞产 他抛弃这个洞产 那这块我直接把这个口罩扔了 我抛弃所有权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处分行为 那随着假同学抛弃了对这口罩的所有权 它是不是直接导致权力发生变动 那这是我需不需要周围其他人的一个配合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从效果上来说 处分行为它是直接发生权力的变动 那比较典型的就是误权行为 那你像我前面谈到的 抛弃所有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权行为 那这个就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他们的一个区别 大家结合着我的一个讲解 你尽可能的去理解的技术之上来进行记忆 因为这个点之前也是考察过 并没真提的 一起来看 说下列关于复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表述当中 问咱们正确的是 A选项 他说民事主体根据复担行为所负担的义务 不包括不作为的义务 那你比如说这个甲和他们公司之间去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 那这时候公司作为这个债权人 甲作为这个债务人 你富有的就是一个不作为的义务 就是你所知悉的公司的商业秘密 你不能到社会上乱说 你要保密 所以说这个A选项表述错误 好再来看RB选项 说负担行为直接导致既有权力的变动 那其实是处分行为才会直接导致旧权力的变动 所以说这个RB选项 它是掌管理代了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负担行为产生的是债法上的一个法律效果 那这个表述是完全正确的 好再来看4D选项 说处分行为当中的权力人 享有旅行请求权 那其实是负担行为当中的权力人 你才享有一个旅行请求权 所以又一次的掌管理代 4D选项错误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C选项 好接下来再看18年的单选 说县力各项中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 处分行为的是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的处分行为 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务权行为 那在这里边其他的 比如说像合同 那这个应该都属于我们的一个负担行为 好最后这个点比较狠 这个拆除房屋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拆除房屋 它其实是并不具备意思表示的 因此它只是一个事实行为 它压根就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而我们给大家讲的负担行为也好 处分行为也好 是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分类 那这个4D选项压根就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它是属于事实行为的 所以就谈不上分类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2B选项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4个分类 我们把民事法律行为分为要事和读要事 那所谓的要事主要指的就是我们法律规定 说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必须要采用一定的形式 或者履行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去成立 如果说你没有采取 那它就不会成立 这个就叫做要事民事法律行为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我们国家的法律就规定 如果说我们双方签出一个抵押合同 那这个抵押合同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来定例 那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 法律要求你采取一定的形式 书面形式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要事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如果呢 法律对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我没有对它的这个形式进行要求 我们双方当事人们可以自由的形式来选择 那就可以成立的 这个呢就叫做不要事的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说咱们的买卖合同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不要事的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说你下班的时候 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 你买了一斤黄瓜 那你和这个小商贩之间 就是通过口头的方式 订立了一个买卖合同 那这块咱们也没有说 必须要白纸黑字签字画压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要事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主民事法律行为和从民事法律行为 那这个呢主要呢 是从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主从的 一从关系上来探讨的 如果说呢我不需要仰仗于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这个就叫做主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说借贷合同 好 那所谓的从民事法律行为呢 我必须从属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存在 而去存在的 比如说为了去保证借贷合同的旅行 我可能会签订一个担保合同 那我这个担保合同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保证借贷合同里边的这个债务人 能够及时的还本付息吧 所以说这个里边我一定是从属于 我所担保的这个借贷合同的 所以说呢这个担保合同 它就是一个从民事法律行为 而我们的借贷合同就是主民事法律行为 这两者呢是有一个主从关系在的 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讲解到这关于呢 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概念 也和大家呢讲解的差不多了 在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块 我们主要呢给大家介绍了 它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那其中呢关于特征 它是以意思表示作为核心要素 另外呢是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 作为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目的和动机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你稍微呢去注意一下 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呢不同的一个分类标准 可以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怎样的分类 那其中呢命题老师比较喜欢考到的 一个是这个单方双方和多方 民事法律行为 而且呢它特别喜欢以这种 案例化的方式来呈现 因此呢对于讲义当中 我们的例题也好 讲义当中给到大家谈到的举例也好 我呢希望大家下来之后 尽可能的去熟悉它 因为你对它熟悉之后 你将来做题呢会非常的快速 好 另外一个有可能比较喜欢考到的 是相对来讲呢比较晦涩一些的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那其他的几个民事法律行为 其实呢绝大多数 你从字面意思上 是能够推知它的一个含义的 那也正是因为太简单了 往往呢命题老师 也不会去对它进行测试 所以在这里边分类这块 你更多的去关注 我给你标了新号的这两个分类 好呢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 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